蛇有裂纹人难长寿 当舌头这三个地方 出现裂纹 多是精血大亏了 第1蛇中有裂纹 蛇中对应的是脾胃 蛇中出现裂纹的情况 提示我们脾胃精血亏损 中医认为脾胃是五脏之本 气血运化之源 如果脾胃不好 气血生成不足 那五脏就会失去气血的滋养 这时不光抵抗力会下降 还会出现各种小毛病 比如四肢乏力困重精神差 胃口不好消化不良 腐胀腐痛晚上失眠睡不着 甚至是胳膊腿发麻 抽筋隐隐作痛和男性功能下降等等 另外蛇中出现裂纹 同时也提示胃炎 胃溃疡等疾病的发生 所以需要注意可根据自身情况 参考些健脾丸小健中颗粒等 羊脾胃的中程药条理 第2蛇根有裂纹 蛇根对应的是肾脏 这里出现裂纹常常提示 肾经亏损严重 而肾经主管的是生殖发育 并且精能化身气血滋养五脏六腑 因此当肾经亏损的情况下 我们的五脏也容易耗损 同时出现腰酸腿软 头晕健忘失眠 以及生殖功能下降 甚至是头发皂白 牙齿松动 等早衰的情况 另外蛇根的裂纹同时还提示着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 以及功能障碍等问题 这时需要根据自身情况 参考补肾生经的中程药 比如无子燕宗丸 金锁固金丸之类的 第3蛇两边有裂纹 两边对应肝胆区 这里出现裂纹 通常提示着我们的肝血不足了 这时就容易出现些眼睛肝涩昏花 事物不清 四肢麻木爱抽筋 甚至是关节活动费劲等等 另外肝煮一身气肌 如果肝气瘀治的话 还会出现一些脾气急躁 易怒不稳定 胸斜胀 胀痛的情况 同时舌头两边出现裂纹和嘴唇样 齿痕的时候 通常提示着 蛋囊炎肝脓肿等等 所以大家调理时也需要根据自身情况 对症下药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建议到线下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盲目跟踪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